HELLO YOUTUBE HELLO YOUTUBE 欢迎来到我的YOUTUBE CHANNEL YES 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我开箱对比了 因为很多妈妈她们也很想了解地基金这个东西 因为那时候我有讲说我在怀孕的时候 会想要来做一个开箱对比 但不好意思 因为那时候我怀孕的时候真的太不舒服了 运骑真的是太辛苦了 然后现在是晚上的时间 我好不容易在星期天有那么一点点时间来做一点点的开箱对比 所以我等下就会来盲测一下这三种的地基金 然后为什么就有些人会想要了解 这么现在才开始流行这个地基金 我其实是在第二胎的时候才开始有try这个地基金的东西 但是我try的那个地基金是胶囊的 不是这种好像这种方便装的 你不要跟我说你用家里自己买一只鸡 来煮一个地基金出来就很方便了 ok 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 这样如果你吃块酥面的话 你就自己去搓面团 ok 所以地基金它有它的方便 for我们这种好像像我在职妈妈 然后我要雇孩子的话 我肯定是会使用地基金嘛 我不可能自己去买一只鸡 然后去杀 然后去熬 然后熬成一个地基金给自己喝 我根本没有这个时间 所以我一定会买这种包装的 因为他们就会想了解地基金是什么人适合喝 ok 其实每一个人都蛮适合喝 除了肾有问题的 还有就是有那个风糖尿病的人士 ok 这些的话可能妈妈们 你们自己要去study一下 要给自己懂一下 大概有什么人不适合喝 可是孕妇啊 好像孕初期中期后期都能喝 因为他们所说地基金这个东西咧 就是养胎不养肉 我在第二胎的时候 会比第三胎没有吃地基金的时候 来得比较快瘦 而且我的宝宝会比较大一点点 但也大很多 所以也要看妈妈自己怎样去斟酌这个东西啦 因为如果你想要你的孩子的体重 比较重一点的话 你就可以try这个地基金 因为我那时候是因为要养胎不养肉 然后在生完了过后 胃母的时候就缺乏精神体力嘛 所以我就会买地基金来补充自己的精力 然后呢 诶 我要先声明啊 这三样产品呢 都是我自己自掏腰包购买的 没有业配也没有任何商家sponsor我的 这个地基金呢 其实是台湾那边传承下来的 他们就是说以前有个孕妇 他们可能需要补充营养还是什么 所以他们就开始就买一只鸡来 熬出这个地基金出来 给他补充养分这样子 然后呢 小孩也是可以喝就是大概两岁过后 我自己的话呢 我有买这个地基金的话呢 好像在怀孕的时候我就开始喝 我喝不完的话 我就会带下去等在胃哺乳的时候 我还会继续喝 如果我再喝不完的话呢 我就会等到我孩子吃了副食品的时候 副上没有什么敏感了的话呢 我就会配一碗白粥 然后直接加一整包的地基金下去给他 所以也要看妈妈们自己的 自己的成呃 就是接受度这样子 如果你不能接受这样heavy的食物的话 这样你就不需要follow我 因为我是觉得方便 而且地基金也有一个好处就是 增加食欲 so far我第二的儿子呢 他吃什么都很开胃 都很有食欲 所以我才觉得 地基金也不是一个不好的食物 给他们小孩子当副食品来吃啦 只是他会比较贵啦 因为这样子一盒啦 都要两三百块 所以是看妈妈们自己咯 因为我是喝不完 我还有一两包 我就煮给他吃 可能当两餐咯 我煮粥的时候我就放他去一起煮 然后分两餐给他吃 所以就也还好啦 不至于到 给他吃垃圾食物嘛 我觉得地基金至少给他吃会比较OK一点 所以咯我会拿这三包出来 先去弄烧它 因为我已经煮滚了这一百度的水 所以我怕他等下冷掉OK 首先我会对比的咯就是会有这个鱼刃生的 还有这个永生的 还有这个就是好天然的 这三个 我感觉那个水好像不够我来弄烧它咯 不过不用紧啦 因为他们够薄所以就比较快烧 其实比较prefer另外一个牌子的台湾牌子 那一个是胶囊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如果是真的for 妈妈还有孕妇吃的话 胶囊真的好方便哦 好方便到你根本就不需要去提醒自己去弄烧 虽然弄烧是会比自己买一只鸡还要方便 可是胶囊跟这个比的话它会更方便 因为胶囊的话 你只要想到你直接拔开两颗 直接吃到喝水就可以就可以settle了嘛 这个你还要弄烧水 然后你要去弄热它你才可以喝 因为如果它冷了的话咯 那个味道就没有这么好喝 所以你就会prefer 我就会比较prefer于胶囊啦 可是如果又可以让孩子喝的话咧 这样子的包装又比较适合小孩子 这方面的话咧 最贵的话咧好像是好天然 的话一个ml差不多要五毛八这么多 红鱼土鸡提炼而成的 然后它是绝对没有加任何一滴水 就好像我孩子他们咳嗽三分的时候 我们就会用那个洋葱苹果水 这样子去炖煮的 完全没有加任何一滴水熬出来的那个精华这样子 它的鸡是来自台湾的 然后它这一包的话咧是有50ml 它是有半字鸡的营养 所以算是 我觉得是蛮贵的啦 因为它是一包只有半字鸡的成分 之前有一阵子还蛮红的 黄包低基金 因为在妈妈群的话蛮多 看到有人在push这个低基金 所以这个在妈妈群里面是蛮多人去介绍的 因为有些人会拿它的这个 来免费的来去做推销这样子 而且有人生他那边就是 如果你怀孕的话咧 你可以去redeem进他们的club 也会有送这个低基金两包这样子 一包是有60ml 一盒里面有8包 如果你买这个大包装的话咧 一盒里面有10包啦 这三个都是一样 只需要浸泡3分钟 热沸腾后的水3分钟 nice 好像是最近才有生产回来了 所以可能就有一阵子 它的鸡已经是被他们 的 的 你懂的ok 好我们再喝低基金 就不要去讲它的过程了 这个永生的话咧 它跟它两个不一样的话 它是用kampong鸡 所以 可能外国的鸡会比较香 是因为他们来自台湾 而它来自的是本地的土鸡 敦煮方式是一样的 这个里面呢 是三个里面价钱最便宜的 一包半只鸡 然后这个永生的话咧 它是一包一只鸡 所以会比较大包一点 所以它就有100ml 然后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永生的是送人蛮好看的 它会有一个卡片在这里 包装上的话咧 for年轻的我会比较选这一款 然后如果是说中长辈的话 会送这款 这个的话咧 是 我觉得是 可能 看妈妈们 就如果有些妈妈 他们你都懂 你的朋友很会吃低鸡精啊 可能他没有吃过这一款的话 你就可以让他尝试新牌子哦 其实市面上真的很多低鸡精的牌子 所以为什么我没有拿太多出来 一方面是video的时长会很长 再加上太多选择了 我就选一个比较热门的这两款 再加上一款给大家认识一下这样子啦 哪一个口感会比较好喝这样子 我现在就戴上面罩 没办法我的孩子太吵了 你们看不到我的头鹰我太高了 哼 我是负责 你倒了你就三个碗 然后包装在前面先 然后才给我喝咯 这样你就不会这样乱 那个碗 都会啦烧你的头啦 OK 第一碗 第一包啊 哦 这个还蛮苦的叻 诶 你要出口吗 不用不用 OK第二包 这个好像有点药材 有点药材味 OK 这个是第三包 哦 这个有点咸 这个感觉很像是永生的 因为感觉有 比较有那种本地的那种土鸡的味道 好像每次煮药材鸡的感觉叻 可以 所以我觉得应该 比较好的 123 第二的吧 第二的比较好的 第二的会比较顺叻 有没有这样咸 第一的跟第二的很像 可是如果喝到顺口的话 是第二的会比较顺口 OK 你排好了哈 我听 呃 我懂哪一个是第一 没有你你你你放回去 你放回去啦 什么牌子什么牌子 我要看吗 我要我要顺便要看见它的色泽哪一个 OKOK 咱俩我们喝第一碗是这个吗 嗯 OK我把它放来第一个啊 OK 诶 所以说第二的是好天然啊 yes 哦 所以是偏咸的 是愚人生的 第三碗吗 哦第三碗是这个 哦你是一二三啊 yes 哦这样甘凤鸡的话真的是喝得出那个味道 就是本地土鸡就是 这种味道 然后如果你是说顺口的话叻 这两个真的有偏向 因为它是用台湾的鸡 所以诶真的有差别 真的盲测你会真的你会喝得出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颜色的话这个会比较深一点 这个这个我刚才喝的时候 我就有喝到有那种药材啊 它好像有除了鸡的话 感觉好像有在加药材这样子 你还喝吗 比较有味道一定是这种啊 哦永生的是真的很有味道 它就是 可是因为我们妈平常每天都有煮药材机 我知道甘凤鸡有味道 如果你喜欢重口味的话 喝汤是可以的 但是第二个叻它就比较清淡一点 如果你不喜欢吃太重口味的话 你吃 像我这样 这个可以 然后第一个的话就差不多跟第二个的叉 就 一点点而已 差一点点而已 差一点点而已 就可能比较鲜大概一点点 所以它这一个的话永生的那个 它的它的味道会比较重 所以如果你是说你要弄给你孩子吃 好像我有煮给我孩子吃 当成是那种副食品的话 永生呢你可以分三到四次煮 它的分量都可以 鱼人生跟这个好天然的话 你分两次煮 它的两餐就ok了的 可是我的孩子都蛮喜欢喝低鸡精啊 可能每个人口味不一样啦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比较轻薄的 它这个的话就真的喝得到有味道咯 所以会有一点差别这样子 这个影片呢 是没有讲说 讲谁好讲谁不好 我要强调 这个是我自己实测出来 嗨嗨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开箱分享的话 请帮我把这影片分享出去 订阅我再给个like 记得打开上面的小铃铛哦 拜拜